伏原爱和江洪杰离婚后 将事业中心转往大陆发展 也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日常 日前她就晒出自己现身上台的自拍照 没多久又和粉丝分享自己的彩查出体验 别想到却被网友抓包打错字 这件贴文中可以看到 伏原爱写下活动结束之后 就去拆茶叶 第一次体验很好玩 她甚至也体验了炒茶叶 但是没人帮她拍照 所以没有一张照片可以分享 不过她还是附上多张在茶园的自拍照 不过网友的目光则是放在她的贴文 分分提醒她说贴文打错字了 是拆茶叶不是拆茶叶 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